欢迎来到我们的《影视娱乐党中央》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个非常有趣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 汪峰终于上了热搜 他在5月20日官宣了和网红森林北的恋情 这段恋情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尤其是和张子怡的过去相比 让人不禁想问 汪峰到底为什么在53岁时还要冒险找个网红呢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网红王沐云池的故事 他被质疑四合院士租的 画作水平也被专业人士批评 这位90后青年壁画艺术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最后 我们要谈谈周冬雨的新片《朝云暮雨》 尽管有影帝范围的加盟 但票房预测却不乐观 这部电影可能会带来7000万的亏损 周冬雨的演艺生涯会因此受到影响吗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腾讯 汪峰在5月20日正式公开了 与网红森林北李巧的恋情 这一消息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 汪峰强调自己是在离婚两个月后 因工作认识了李巧 并在相识四个月后宣布恋情 然而 网友们并不完全买账 纷纷质疑汪峰在离婚前就与李巧互动频繁 李巧的背景也被挖出 她是90后网红 外貌酷似 三星大公主李富珍甚至被嘲讽为故意打扮成公务员模样 已接近名人 相比汪峰的前几任女友 李巧的出现引发了更多负面评论 汪峰的音乐生涯也被重新审视 她曾在演讲中表示中国音乐人很难赚钱 自己在创作生涯中经历了不少艰辛与不甘 如今 汪峰为了流量和曝光率不断上热搜 甚至在演讲中解下腰带 只为博得关注 腾讯 汪峰的恋情史一直备受关注 每一任女伴都不简单且颜值颇高 从1999年与电视台主持人齐丹的恋情开始 汪峰的情感经历就充满了戏剧性 齐丹辞职 追随汪峰到北京 陪他走过低谷期 最终却在2004年离婚 随后 汪峰与模特葛慧杰相恋 并生下女儿小苹果 但两人关系破裂 葛慧杰甚至一度自暴自弃 接着是康作如 婚后放弃事业相夫教子 但这段婚姻也在2013年结束 2015年 汪峰与张子怡结婚 张子怡不仅为汪峰生下一儿一女 还对小苹果视如己出 然而 2023年 两人宣布离婚 汪峰迅速与网红森林北公开恋情 相比前几任女伴 森林北的颜值也不低 但网友们质疑她是否能成为汪峰的终点 腾讯 网红王某云池 因其百万粉丝和国家一级美术师的头衔 最近被打假 他经常在视频中展示自己的壁画作品 和四合院塑造了富豪艺术家的形象 然而 质疑声不断 有人认为他的作品水平仅相当于美术基础的大学生 所谓的国家一级美术师头衔也存疑 王牟云池的视频中很少展示完整的作画过程 甚至被怀疑使用替身 关于他的四合院 邻居证实确实是买的 但距离故宫的距离被夸大 王牟云池的多个矩阵 账号IP显示在山东 疑似与参歌有合作关系 尽管他强调使用昂贵的材料 但这些并不能掩盖其艺术价值的质疑 目前 王牟云池的多个社交账号已被设置为私密 面对质疑 他尚未出面回应 腾讯 百万级网红王洪泉星近日在各大社交平台上遭到封禁或屏蔽 原因是其账号被发现违反相关规定 王洪泉星本名王洪泉 出生于1993年12月 是河北唐山的青年演员和环保形象大使 他在抖音上的账号拥有437.4万粉丝 但因违规行为已被封禁 最后一次直播停留在今年3月30日 微博和小红书等平台也无法再找到他的账号 虽然他的助理西凯还在更新内容 但王洪泉星本人已经被彻底封杀 腾讯 近期在罗马举办的珠宝品牌活动中 日本女星孙星因抢占刘亦菲和舒淇的位置而引发争议 活动邀请了舒淇 刘亦菲 安妮海瑟威和朴雅卡 乔普拉四位代言人 场面十分热闹 然而 孙星却在活动中多次试图挤占中心位置 甚至在拍照环节中强行站在品牌CEO身边 导致舒淇和刘亦菲险些出矿 最终 主办方在活动总结中完全忽略了孙星 只感谢了四位正式代言人并发布了他们的合照 孙星的抢卫行为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反而被主办方狠狠打脸 直接除名 腾讯 贵阳的王先生在妹妹去世后 希望能替她参加周杰伦的长沙演唱会 但遭到主办方的拒绝 王先生的妹妹在5月10日不幸去世 她原本购买了6月1日的演唱会门票 王先生从5月14日起向大麦申请更换官演人 但被告知系统无法更改 主办方至心传媒公司提出可以全额退票 并帮助重新购票 但王先生并未接受这一方案 主办方表示他们理解王先生的心情 并将继续与他沟通 试图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主办方还请律师介入 以应对网络上不准确的信息 腾讯 王晶这位香港知名导演 对80、90后的观众来说并不陌生 他指导的陆鼎记、城市猎人 以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等经典武侠喜剧电影 曾给观众带来无数欢乐 然而近年来的王晶在电影质量上 却逐渐走下坡路 除了2017年的追龙口碑尚可外 其余作品如《澳门风云》系列、《降魔传》、《追虎秦龙》等皆令人失望 近日王晶宣布将监制新版《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 预计在2024年金庸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上映 此次电影由新人导演罗依威指导 选角方面则是《喜忧参伴》、《黄熙燕》、《轩露》和《云千千》 分别饰演《灵狐冲》、《仁盈盈》和《月灵山》 而张雨起出演《东方不败》、72岁的洪金宝则霸气出演《风青羊》 虽然新作备受期待 但能否超越1992年林青霞版的经典仍是未知数 腾讯、《谍战剧》、《前渊》在湖南卫视开播 演员阵容强大、备受期待 《谍战剧》曾是国产剧的辉煌代表 如《暗算》、《潜伏》和《黎明之前》等经典之作 然而近年来谍战剧质量下滑 观众对新剧的期待逐渐降低 2023年 《谍战剧》虽多但质量普遍不佳 《无剑》、《薄冰》、《潜伏者》等剧均未能达到预期 直到《追风者》的出现 才让观众重新燃起希望 如今《前渊》由功勋导演毛卫宁指导 黄晓明、于锦为、李强、于阳和张嘉宁等实力派演员出演 故事情节跌宕起伏 讲述了地下工作者梁硕因失忆而误入敌营 最终找回记忆并粉碎敌人阴谋的故事 导演毛卫宁的实力和演员们的精湛演技 让观众对这部剧充满期待 希望它能为谍战剧题材带来新的高峰 腾讯、森林北、李巧 近日发视频澄清与汪峰的关系引发热议 他介绍自己是一名文旅行业的创业者 拥有自己的文旅咨询公司并获得多项荣誉 李巧表示自己今年34岁未曾整容 只做过牙齿矫正 容貌变化源于成长经历和生活历练 他与汪峰是在去年10月因合作音乐学院项目认识 并于今年年初正式交往 李巧称汪峰为人正直 真实 尽管外表摇滚 内心却纯粹质朴 他希望大家不要非黑即白地评判一切 并表示将保护自己的隐私和权利 李巧的回应大气从容 获得了不少网友的支持和祝福 他强调 作为成年人 自己有能力保护好孩子和家人 未来会继续致力于分享真实美好的故事 成为值得大家喜欢的博主 腾讯 当看完这部真实故事 改编的犯罪电影《朝云暮雨》 让人极可怜想到了 范围老师主演的《断桥》 以及周冬雨的《虐心之作》《少年的你》 同样的震撼 影片如《雷声划破天际》 宣告了命运风暴即将来袭 故事的主人公老秦 因年少时的一场意外杀人而入狱 经历了无尽的苦难和悔恨 出狱后的老秦为了生活 再次铤而走险 却又一次陷入绝境 然而 命运总在他 脆脆弱时翻篇 他在狱中 救人有功再次获得死缓 老秦的生命剧本 在绝望与希望间不断交织 他的每一步都充满荆棘 出狱后 他决定去女间相亲 寻找同样命运多舛的女囚徒 长娟 两人在彼此温暖中 缓缓融合 成为真正的夫妻 影片呈现了人性复杂 与命运的无常 激励每一个在生活苦海中 挣扎的人们 向着光明坚定迈进 腾讯 最近随着BBC一部纪录片的公布 李胜利这个名字 再次成为热议焦点 纪录片中曝光了李胜利 欠债百万的消息 以及她在游艇派对上 强拉女子的行为 引发了公众的震惊与愤怒 李胜利的光鲜 偶像形象背后 隐藏着让人细思极恐的黑暗一面 纪录片还揭露了李胜利 与郑俊英 崔忠迅等人在九席上的不雅行为 甚至涉及高级警务人员的对话 这一系列丑闻 让人们看到了李胜利等人背后的真相 聚合拉在调查中提供了重要资料 但她的发声却以生命为代价 尽管李胜利等人已出狱 但他们的行为仍让人愤怒和失望 纪录片的公布 让更多人意识到 这些偶像背后的黑暗 聚合拉的勇敢发声 也得到了更多的认可与同情 腾讯 最近 花儿与少年好友记掀起了一波花哨回忆沙 曾参加过花哨四的杨又宁 在节目中圈粉无数 然而 在最新一集节目中 有人发现杨又宁疑似走光 引发了热议 穿着短裤的她 在泳池边移动时 疑似裤子过短 导致走光的镜头被播出 此外 在车上也被拍到疑似走光的画面 对此 杨又宁的经纪人 回应称已看过影片 表示没有看到不该看到的 并解释杨又宁当时穿的是泳裤 经纪人的回应 化解了网友的质疑 但也提醒杨又宁 在节目中要更加注意细节 尽管如此 杨又宁在节目中的松弛表现 依然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期待她在未来节目中的精彩表现 腾讯 75岁的殿堂集歌后 徐晓凤近日含有现身 为半岁大的小宝贝 袁熙又派发红包 袁熙又是袁伟豪与张宝儿的儿子 昵称袁姑露 在社交平台上 袁伟豪分享了一家人 与徐晓凤共进午餐的照片 并表达了对她的感谢 照片中 徐晓凤笑容满面 右手握着袁姑露的小手 左手拿着口罩 显得亲切而温暖 袁姑露不仅收到了红包 还搞笑地将红包放入口中 逗乐了众人 尽管袁姑露当天因打疫苗后发烧 但精神状态依旧不错 徐晓凤近年来鲜少公开露面 这次现身让大家感到无比惊喜 腾讯 韩国女团TWICE的成员朴智孝 和周子瑜近日因泡泡事件引发争议 网友发现 朴智孝的泡泡内容 与周子瑜的几乎一模一样 茶虫率高达99% 这一发现 引发了粉丝之间的骂战 甚至知名主持人陶晶莹也发声 支持周子瑜 朴智孝的粉丝 认为他并无恶意 而周子瑜的粉丝 则认为朴智孝缺乏担当 故意被刺队友 事件逐渐升级 朴智孝此前 关于周子瑜的观众言论也被扒出 进一步加剧了矛盾 尽管制作团队已道歉并更换了有争议的视频封面 但粉丝之间的矛盾并未平息 朴智孝的多次争议行为 让他的路人员大幅下降 尽管他的资源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但外界的吐槽声不断 腾讯 周东宇和范伟主演的新片 赵云木与票房惨淡 欲亏七千万 影片改编自真实故事 讲述了刑满释放人员 老秦和女孩长娟的故事 尽管范伟的表演获得了好评 并凭借该片获得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影帝 但影片整体表现不佳 周东宇的表现也不算糟 但排片少 口碑平平 使得票房不理想 周东宇去年连续三部电影 燃东鹰鹉沙热搜 君未破异 尤其是燃东因混乱的剧情 和不适的情节遭受差评 这些失败让周东宇失去了观众的信任 他需要重新审视 接下来的剧本和角色选择 以挽回市场和观众的信心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